大家好,我是House 我讨厌比赛 去年我就是鲁莽地挑战了小北 被草率地淘汰了 你没在台上比过 可能确实不太了解 比赛啊,很容易输的 人生也是啊 过去的一年 我啥也没干 调整了一年的心态 尝试过瑜伽 冥想 心理咨询 终于我想通了 还是得赢 赢才是我生活的解药 输了我还得去医院看病 赢对身体真的没有任何影响 最多就是赢麻了 正当我调整好心态 准备迎接舞台的时候 上海的隔离开始了 我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调整心态 隔离到第五十天的时候 我真的快崩溃了 那时候的我一闭上眼睛 脑海里就会自动浮现出五十天前 那个阳光明媚的下午 我走在街上 尽情地感受着大城市的浮华与喧嚣 在那天下午 我借了一个共享充电宝 然后是前天在青岛交通国际机场还的 共享充电宝太可怕了 我用它的电它吸我的血啊 你们还刚记得他刚面试的时候 一小时多少钱吗 五毛钱 现在的共享充电宝 一个小时多少钱 三块钱 四块钱 还有六块钱的 而电价一度多少钱呢 火电一度三毛九 风电一度四毛六 共享充电宝五伏一万毫安 零点零五度电 一个小时却好意思收你四块钱 你真的不好奇 他租给你的到底是什么电吗 难不成是爱迪生那会传下来的 百年老电吗 百年老电 共享充电宝它卖的是电吗 大家跟我思考一下 共享充电宝它卖的是电吗 它卖的是教训 我家现在就有七个教训 有些朋友可能会好奇 为什么会对这么一点 小钱斤斤计较 不瞒大家 我出生于一个投资世家 我的父亲在我六岁那年 就辞去工作全职炒股了 时至今日 我们家不能说是富可敌国吧 起码现在是有那么一点资不抵债 受我父亲影响 我长大去了银行工作 三年下来有要十二万的积蓄 我决定裸辞 我当时的计划很简单 就是用这十二万炒股 然后在两年之内实现财富自由 实现我人生中的终极目标 买它一套粮食一听 虽然在两年之内实现财富自由 有些不切实际 但当时的我对这一点非常有信心 因为我买的第一只股票 一上来就是一波大涨 第一天我赚了三千 第二天我赚了五千 你们要知道当一个人 因为不劳而获 两天盈利八千块钱的时候 他不会觉得这是运气 他只会觉得 这必将是今后我人生的常态 今后的每一天 我都只会赚比前一天更多的钱 年化收益率百分之四万六 我是交易的王者 是A股的传说 散户膜拜我 机构针对我 证监会调查我 但是他们却抓不到我的任何把柄 我会带着巨额资产归引田园 只给这个血雨腥风的二级市场 留下八个大字 巴菲特就那么回事 以上就是我从事投资 两天以来的一些心得和体会 需要分享给大家 所以当第三天我亏四千 第四天亏六千的时候 我的心态产生了一点点波动 我发现我不是那种追求高风险 高回报的进取型投资者 我是那种既想要高回报 同时又不接受 本金出现任何损失的散户 我们散户最为人称道的一点 就是心气其高 但是心态其差 所以别跟我扯什么止损 O in 我就喜欢梭哈 你们有过一天损失半年积蓄的经历吗 或者我换一个问法 你们的心死过吗 我那几天不吃不喝 只是静静地望着窗外 我没敢告诉父母我炒股 我妈还以为我谈了一场刻骨铭心的恋爱 我妈说儿子你想开一点 你要实在过不去 妈帮你跟他谈谈 你告诉我那姑娘叫什么 600 然后我爸说 怎么你也买的它呀 等我回过神的时候 这12万就只剩25,000了 我想过很多回本的方法 多半不太合法 后来我想通了 还是得上班 因为如果你上班 你就知道上班其实不容易赔钱的 自工业革命以来 人类赚钱最主流的方案 就是上班 我到现在都没有取那两万五 我希望他能够时刻提醒着我 社会的复杂和我的天真 同时我也希望他能够 出走半生 归来仍是12万 谢谢大家 我是爱上班的House 大家好 我是陈璐 哇 我 我现在真是百感交集 我就说句真心话吧 我觉得 Rock不怎么样 好 truly 太棒了 没有没有 就大家真的太爱嗑CP了 我们这种死去的CP 也嗑得这么猛人啊 死去的CP也在攻击我啊 这个是不是很多回忆都回来了 对吧 我的回忆好多都回来了 真的 我跟斯文已经认识十年了 十年了 我记得第一次认识是在 2012年的3月8号 我还是记得的啊 因为当天是三八妇女节嘛 然后斯文就放假 第一次来看脱口秀 然后我正好在演出 他其实来看脱口秀 目的也不是很单纯 他就是想找点乐子 看看有没有什么帅哥 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对吧 脱口秀的舞台找帅哥 那天可是以舞台的制胜啊 当然还是有一个帅哥的啊 就是我 不要惊讶啊 大家看过唐某虎点秋香吗 对 单看秋香是不是很普通 当其他美女都回过头的时候 唐某虎觉得 哇 就是秋香了啊 对 所以我们这个故事也有一个名字 叫做 王斯文点成路 然后就这样被点了啊 然后 十年嘛 脱口秀这十年变化也非常大 那时候演出都是亏钱的 真的 没什么人去看 去外地演出 还要自费差旅 可以说是演的越多 亏的越多 开始我自己演还好 后来 斯文也一起演了 这个双脱口秀家庭太困难了 怎么形容呢 大家现在有家人 两个人同时在炒股吗 那个时候也是 每个人都可以讲五分钟脱口秀 再多了就讲不起了 这个后来呢 就发生了转折 真的人生充满意外啊 李丹就劝我了 来上海 还给我画笔 说来上海吧 咱们一起把脱口秀 做强做大 实现脱口秀的指数性增长 别的我不敢保证 能让你的家庭收入翻一翻 想不到我的家庭收入 还没有翻一翻 家庭数量已经翻了一翻 我的一个家庭 变成了两个家庭 我和李丹的两个家庭 变成了四个家庭 脱口秀家庭 实现了指数性增长 感谢李丹 感谢李丹 哎呀 真是世事无常 对吧 太意外了 而且拖油大会 这个节目本身 能够成功 就是很意外的 我们所有的编剧导演 最开始都不看好 这个节目 因为这个节目 它不是从国外抄来的 它原创的谁看 而且我们当时 有很多的竞争对手 当时大家最爱看的 一档节目叫什么 叫中国好声音 多带劲啊 对吧 遇到唱得好的 纳英老师 啪的一排灯 椅子就转过来了 对吧 我们怎么跟人家比 除非是我们讲得不好的 纳英老师 啪的一排灯 转过去了 太难了 对吧 怎么跟人家比 但是也很意外 拖游大会还是办成了 对吧 充满意外 大家越来越喜欢 搬了四季 出了三个大王 真是太意外了 而且那个时候 我和斯文就一起创作 一起改稿 一起上台 因为那个时候 两个人都讲得起脱口秀了 而且斯文在舞台上 越来越闪亮 是吧 成了脱口秀女王 而我也成了王的男人 那时候我出去遇到男粉丝 都会朝我喊 成鹿 我好喜欢你老婆 但是我还是很享受 那个状态的 就很享受这种 闲内住的生活 对吧 但是意外又发生了 我们就分开了 我又变成了喜剧领导 可能是我们山东人的血脉 太强大了 注定要当领导 而且现在脱口秀 发展得越来越好了 对吧 观众越来越多 很多人也都膨胀了 尤其是我们的董事长 太膨胀了 他现在在我们的 脱口秀训练营里面 都招了一些美国的学员 他要教美国人 什么是真正的美式脱口秀 希望他成功吧 虽然经历了这么多 但我还是非常感恩的 我觉得世界上 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 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去拥抱他 现在呢 我还是会经常想起 我跟斯文原来的一些段子 最后我就给大家再讲一个 就有个说法叫做 所有人都关心你飞得高不高 只有真正在乎你的人 才关心你飞得累不累 斯文就很好 他经常问我 说你累不累啊 我说不累啊 他说那你怎么不飞得高一点 我现在飞得高了一点了 希望斯文也能飞得更高 俗话说得好 夫妻本是同龄鸟 分开了要一起飞得更高 谢谢大家 我是成龙喜剑 我今年26岁了 今年上半年生活在上海 说实话真的有一点失控 打乱了我原来的计划 我原来计划成为一个极简主义者 minimalist 我强迫自己搬了一次家 做断舍离 我给我的新家搞得像一个展一样 你一推门进去 就一个吊灯 一个新陈器 没了 我在我家说话都会有回声 我跟外婆打视频电话 她说你还好吗 我说还行 还行 然后疫情就爆发了 我家空无一物啊 一尘不染 我在跟外婆打视频 想要寻求一些安慰 她开始嘲讽我 她把柜子打开 她说 瞧瞧这些都是什么 It's old 我小时候外婆待大了 这个人你们或多或少 也听说过 对吧 全中国最会亮入围出的女人 我又是她省钱的重心 我感觉她的钱 就在我身上省出来的 她的教育理念 跟当时提倡的也不太一样 再苦先苦孩子 再穷先穷教育 小时候从来不给我订牛奶 从来都不 其他孩子做完课间操 可以领到一袋 带一桩的牛奶 补充一下能量 补充一下营养 只有我 从小学一年间开始 就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保温杯 里面是外婆精心 为我调配的白开水 其他的孩子身体越喝越好 越长越高 只有我嗓子越喝越亮 座位也是越来越靠前 我们那个时候 放学的时间 下午四点钟 很多家长都没有下班 学生推出了一个 托管达一课 你可以多交一百块钱 多待两个小时 有什么疑问 你不懂的 你问老师 外婆怎么可能 给我交这个钱 三点半等在我们教室门口了 时间一到 走 我没有工作 她也没有疑惑 走 所以现在开始报复性消费 报复性生活 我一解封就跟女朋友出去玩一趟 我觉得情侣之间 有机会一定要出去旅游 你们会发现 你们身上有很多不合适的地方 我出去玩 真的 我怎么说呢 我想事比较简单 我喜欢订酒店 我觉得酒店的下线就在那了 我的女朋友 她喜欢订民宿 而且她对一种房型 非常的感兴趣 Laugh 好像很多女生都是这样 对不对 而且她只对里面的 一个部分感兴趣 这是我最不理解的地方 这个楼梯 如果在她家的门外 是她最讨厌的东西 她一步都不想走 她坐地铁看见楼梯 她会吓一跳 但是如果她家有楼梯 她可以在上面拍一千 而且你们觉不觉得 Laugh的这个发音也太具有迷惑性了 Laugh 你听起来就特别小资 对不对 太具有迷惑性了 如果你跟她说 我给你租了一个 那种南北不通透 睡觉在楼上 洗澡在楼下 周围都是办公室 产权只有四十年的 商住两用房 她会觉得 你是不是心里没我 但如果你跟她说 我给你租了一个Laugh La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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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会觉得 哦 你是要跟我求婚吗 哎呦 怎么着 怎么着 骑的海角 三灯啊 三灯啊 我们是去海边玩 她租了一个海景乐 她说我想看日出 我说 我不想看 她说好 我们明天一起看 女生就是想 她把她的计划告诉你的时候 你已经是行动的一部分了 她查询了日出的时间 五点二十一分 她订了五点十九的闹钟 相当激进 这个人 就给太阳两分钟的准备时间 晚上是太阳 我会紧张的 你知道吧 五点十九 朋友们 我一天当中最弱的时候 你可以一拳打死我 再美好的东西 我都欣赏不了 她非常兴奋 非常开心 弹起来 冲到露台上 开始摆post 其实女生看日出的诉求 非常的简单 对吧 拍几张好看的照片 刚才说实话 我们那天没有看见日出 因为她订的那个海景loft 有两个露台 一个朝南 一个朝北 她说你怎么不提醒我 我说你订的海景房 你看不见海 你不觉得奇怪吗 我们是怎么发现的 就是我们明明没有看见太阳 但我们都觉得我们的背后 越来越热 谢谢 来 谢谢 谢谢 大家好 我是何网志 谢谢 谢谢 好 帅 我知道 我知道 谢谢 我们最近在比赛嘛 就是压力特别的大 因为你们也知道 就是去年一年 我把所有的精力 都放在了时尚这一块 平凡的参加时尚活动 到处模仿周杰伦 靠着杰伦 都快要挤进娱乐圈了 现在全网 最害怕杰伦 他防的人就是我 真的 前段时间 好多人催杰伦的专辑 都催到我这来了 爱他 让我抓紧写歌吧 我也没想到 讲了这么多头 我就攒了一批歌迷 所以说 当新专辑出来的时候 我比任何人都开心 就是我啥也没有干 但却有了最伟大的作品 去年 我甚至还走了红毯 我当时接到邀请的 第一反应就是 哇 这红毯真好 后来听说 还邀请了智盛 这红毯真好 这红毯上面 再有个门槛就更好了 那么把我俩都卡出去了吧 然后我跟智盛 在那个活动里面 一块出现 观众看到我们之后 都大喊 陆寒 周杰伦 然后所有的摄像大哥 就把镜头转向了我们 看见我们两个祸 一脸疑惑 我是耳朵有问题 还是眼睛有问题 我当时就感觉 我俩不是什么喜剧门神 我俩就是诈骗兄弟 但其实你们可能不知道 就是我俩在时尚活动里面 其实可显眼了 当然不是说 我们打扮的时尚 是我们太土了 就是你在普通人堆里面 是不显眼的 但是在那些明星里边 你的普通就会特别地耀眼 就感觉我们的土 轻轻地一挥洒 就掩埋了所有人的时尚 我虽然长得像杰伦 但是我唱歌剧难听 我唱歌有多难听 如果我在节目里面 唱杰伦的歌的话 甚至都不侵犯人家的版权 但我周围的朋友都说 我都说 广志如果你唱歌好听就好了 白瞎这张脸了 我觉得这个要求太苛刻了 就如果我既长得像 又唱歌好听的话 那不就是真的杰伦了吗 你天天在我身边 我也没要求你长得像昆凌呀 我其实是那个侧脸 侧脸更像杰伦嘛 对 我是怎么知道这个事的 因为我发现我在公司 每次用侧脸 跟我的同事对话的时候 我的要求一般都会得到满足 他们说那种感受你不懂 你真的很难拒绝 你少年时代的偶像 翘着二郎腿对你说 中午我不想吃黄焖鸡 我想吃肉夹馍 自从有了这个发现之后 我就特别想 让杰伦替我跟我的老板 聊一聊涨工资的事 我现在进我们董事长的办公室 我都是侧着进 然后进去之后 看见董事长在埋头签字 这个时候我就会靠近他 哎哟 不错哦 在办公室舒汉立 访前朝的飘逸呢 这个时候董事长就会抬头看我 广志 你是不是又觉得自己像杰伦了呀 那你看看你像不像窗外的麻雀 在电线杆上多嘴 其实去年除了时尚活动呢 我还多了很多酒局 但我又不会跟人社交 很难受呢 就碰到那种自来手的 就是 哎 广志 我老婆特别喜欢你 我也不知道说啥 我总不能说 我也特别喜欢你老婆 不光是陌生人 就是我的好朋友 有时候他们一聊 聊一些篮球的话题的时候 我也完全融入不进去 因为我平时不看篮球 经常就是上一秒 还聊得好好的 就突然来一句 塔图姆第四节又掉链子了 我完全听不懂 我心想 那要不给他捡起来呀 那种氛围我也融入不了 你也是勇士的球迷 我也是勇士的球迷 我们就是一辈子的好兄弟 我心想 这是这么快吗 当时我又明白 为什么桃园三节夜的时候 刘光章关系那么好了 很可能就是因为刘备 在那个大街上喊了一句 你们也是勇士的球迷吗 关羽说 吴三年有余 张飞在旁边 俺也一样 一般这种局呢 聊到最后 就是他们约着去打球去了 然后最后剩下我 和角落里的另外一个同事 四目相对 我说哥 你刚刚是不是也没有听懂 但是我懂你 你也没听懂 我也没听懂 我们就是一辈子的好兄弟 小人哥谢谢你们 谢谢 好不好 长五分钟好不好 真的你们这二伙都心慌 你知道吗 节目播到现在 我们最害怕的就是上热搜 太害怕了 前两天我一睁眼 又一堆人微博上爱妥 我现在这又咋了 结果一条热搜叫 小浣熊投卡栅栏 被救时吓尿了还 还要问我 你不好要写稿卡栅栏里干什么 现在真的写稿太难了 我之前是做人工智能的 我还试图写过一个 人工智能的程序 让他写段子 就那小半年 别人都在写段子 就我在写程序 别人说 霍兰你珍惜时间 赶紧写段子吧 我说你还是珍惜珍惜 你能写段子的时间吧 那时候别人问我 我说你咱忙啥 我说叔叔 吓死你 智能喜剧 我当时还跟自己说说 霍兰 你将来一定是聪明死的 那时候我都有种使命感 我说我要站在 科技与人文的十字路口 无怨无悔 最后整了半年 啥也没弄出来 他们说我站在 科技与人文的十字路口 装神弄鬼 现在人工智能就是这样 就总给你提供便利 但惹你上一肚子气 那酒店那个送餐机器人 不就是吗 说送到房门口了 你就再往前走两步呗 不得 离那个门口贼远 我要拿那个餐 我就得一脚抵着这个门 一手在够那个饭 就这个优美程度 都不输语生节旋 我经常脚一个没底住 就穿着个短裤 跟机器人站一起了 他一直喊 喜欢我就喝我合影吧 一直喊 喜欢我就喝一喝影 我说你憋下了 你再喊喜欢我的 就出来跟我合影了 现在那个短视频不也是吗 猜你一欢 其实也是人工智能 那晚上不容易生气 但是容易上瘾啊 很多时候 他不猜我还不喜欢 一猜我看得还真欢喜 我可喜欢在上面学知识了 那上面那个知识就是 既深奥又肤浅 他教我掉进黑洞后 应该怎么办 我说真掉进黑洞之后 那刷短视频 那跟不刷短视频 那有什么区别啊 他教我什么 如何拦截小行星 我说这人工智能 真巧得起我 我现在都得 抑制自己的那个求职欲 跟自己说 再学五分钟 就五分钟 十分钟 说十分钟到了 再学半小时 就半小时 半小时之后说 哎呀 我跟人工智能 叫什么劲呢 撒开来学吧 在短视频的知识里 遨有15秒一个小知识 15秒一个小知识 用完整的时间 学到了一堆随便化的知识 我学的是杂 当我爸呢 是学的是精 就我爸经常 在各种APP看我的消息 现在他那个首页推送 全是我 在他的眼里 我就是国内顶流 全世界一天就俩事 查尔斯王子登基 跟忽兰投卡榨栏里了 所以说我跟他一出去 他看见说没人认识 我都很诧异 他说你们不认识我儿子吗 你们是不看手机吗 我说爸 他们只是不看你的手机 而且现在人工智能 就根据在朋友圈 根据你的消费能力 给我推广告 什么小额贷款 不用花钱的小游戏 我气得 我说我的大叔叔眼里 就这样吗 点击投诉广告 选择选项 感觉被冒犯 也会给我推 那个贼贵贼贵 那种豪车名表的广告 我说这是大叔叔在鼓励我吗 他说不是 大叔叔算错了 点击投诉广告 选择选项 感觉被冒犯 没啥优点 就是容易被冒犯 经常不让你们看不见 在那个豪车的广告下面 还有朋友同事 经常点赞留言 我心里只有一个想法 就是凭什么 他也能看到这条广告 后来想明白了 可能就是这些奢侈品牌 给目标客户 投完广告之后 还剩点钱 然后说要不然让这些 买不起的朋友们 也开开眼 还总有朋友说什么 这些软件 兼听手机 没有 大数据足够了 咱没那么重要 你以为叠战电影呢 一堆人挤在一个小房间里 兼听你两周 动用各种机器 分析了你一万句话 最后说 报告 要给这人提导 一块五两个的混账 人工智能会算数 但是也会算账 所以说我觉得 其实我也没那么重要 我时间也没这么重要 就爱刷就刷 毕竟我省下那个时间 我都净站在石子路口 装神弄鬼 谢谢大家 我回来 大家好 我是海远 好久不见 今天真的好累 你知道吗 真的累到我都不想努力了 真的 我不是一个特别成功的 投稿修演员 但是我也不想努力了 因为努力也不一定会成功 真的 我现在的人生理念 跟你们分享一下 我现在的人生理念是 虽然我得到的不多 可是我付出的 也很少呀 这样我心态就会非常平衡 工作不就是应该是这样子的吗 No gain No pay 我觉得真的很多人都怀念 明星把微博当朋友圈发的日子 我也很怀念 但现在确实跟以前不一样了 真的现在在网上 不管说什么都特别容易挨骂 对吧 你现在不挨骂 将来也很有可能会挨骂 因为网友谈人的办法实在太多了 你长得丑 给人添堵 长得漂亮 让人焦虑 你说话 说得有道理 别有用心 说得没有道理 那更惨 又蠢又坏 最后你只能保持沉默 但保持沉默也一样会挨骂 你们这些沉默的人 总有一天会轮到你 你们这些沉默的观众 总有一天会轮到你 真的我觉得现在网上 每个人都觉得 别人应该按照我的标准活着 只要跟我不一样 我就要干掉你 我觉得没有人能在这样的 网络环境里面生存 剩人都不行吧 我觉得假如孔子他能活到现在 他也很难有什么好的下场 因为孔子很快就会被人扒出 他曾经说过 天下为小人与女子难养野 孔子居然说过这么过分的话 你知道 真的孔子肯定解释说 哎呀那是我两千多年前说的 两千多年前说的又怎么样呢 互联网是有记忆的 真的我觉得面对各种各样的负面新闻 我作为一个成年人 我知道我应该做好情绪管理 我不能随便生气 但你们做过情绪管理吗 我的情绪根本不服从我的管理 每次我刚想管管他 他就崩溃了 我拿他没有任何的办法 你知道吗 真的只有一种情况 你能做好情绪管理 在老板面前 因为哪怕老板指着你的鼻子 骂说不干就给我滚 你也能神奇地做到 说不生气就不生气 因为你知道老子不能滚 老子要还房贷 真的只有晚上回到家里 没有老板了 你的情绪才开始逐渐崩溃 嗯我今天被老板骂了 我压力好大 我好难过 要不我上网骂个人吧 这个孔子居然说 天下为小人与女子难养野 小人怎么了 我们小人怎么了 我骂不了老板 我还骂不了你了 你完了 互联网是有记忆的 真的情绪实在没有办法管理 怎么办呢 有人说你可以做时间管理 你们做过时间管理吗 你们有成功过吗 没有 真的我非常佩服那些 把自己的时间管理得特别好的人 他们每天几点睡觉 几点起床 几点健身 几点工作 全部安排得紧紧有条 我跟他们完全不一样 我整套时间管理流程 只能分为三个阶段 昨天今天和明天 昨天没睡好 今天早点休息 明天不能这样了 我也曾经施定过一些详细的时间管理计划 比如说每天写两个小时的段子 经常的情况是我坐下来打开word 写流句大家好 灵感就用完了 然后我就会想电视剧里会不会有灵感呢 昨天那集确实没有 但今天更新这两集会不会有呢 就算我能忍住不看电视写流 我就会觉得哎呀好累了 我现在是不是应该进行劳逸结合了 你们发现没有 人只有在劳的时候才会想 我要进行劳逸结合 你在逸的时候 你从来不会想我要劳逸结合 你只会想老子要逸劳永逸 我看到过一句话是这么说的 说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 其次是现在 我觉得创作也是一样的 创作最好的时间是昨天 其次是明天 反正不是今天 因为今天我要早点休息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孟川 去年的开场来了 半决赛了 心态上难免有些膨胀 前阵子接了一个外地商务 给我订了一个头灯舱 上去之后 空姐提醒我戴好口罩 我说那戴好口罩 他们能认出来谁做头灯舱吗 当然还是应该戴好口罩嘛 所以我就在我自己的口罩上面 写上了孟川 而且那天刚下飞机 我的行李箱就被一个哥们 推错了 关键是我就在看着那个哥们 推我的行李箱 我一直以为是主办方 派来给我拎箱子的 其实每年的比赛就跟高考似的 还挺让我怀念的时候的 我们高三的语文老师管得我特别严 他就在教桌旁边给我安了一个座位 如果放到酒桌上 那个位置就叫主陪 我说我那么忙 哪有空坐这呀 我得罚站呀 我同学说 你是咱班唯一一个 能跟老师平起平坐的人了 为啥这么对我呢 就是因为他是我爸的学生 以前我爸也是这么对他的 负债子环 我跟我爸长得又特别像 所以老师对我是又恨又怕 有次把老师气急了 在那喊 孟老师您给我滚出去 但真的理解不了老师的言格 还是很粗 就在那个门框上面 放了一塑料袋水 想着坑同学 结果我们老师进来了 一推门水掉下来了 同时戴下来的 还有他的假发 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诈场 喜剧还是得冒犯权威 老师很生气 说跟着我来办公室 我耗着他的头发就去了 老师说你怎么天天不学习啊 我看着他说 我说我怕努力学习会掉头发 老师说你看着其他人学习 土飞猛进的 我说反正我不土 第一年高考完 老师跟我说 川儿 老师的孩子也刚出生 老师呢也只有这么一个孩子 你可就别报师范了 渊渊相报何时了啊 当时的成绩真的很不理想 正在查报什么大学的时候 我很喜欢的那个女生 跟我说我想去复读 你呢 我说这么巧 我也想去复读 但是我为了发泄情绪 已经把高三的书全部烧了 自己把自己坑了 真是粉书坑儒 那时候心思也没有完全放在学习上 就想制造点浪漫 就给他发短信 我说你在阳台不 他说我在阳台晒被子呢 我说请你看彩虹 然后就把浇树的水龙头 刺了一道水花 他站在阳台上喊 为什么刺我被子 我有点手足无措 我说我会对你这辈子负责的 当天所有人都感动了 只有他感冒了 我们俩愉快地复读了一个多月 有一天他突然特别兴高采烈地跑过来 说川儿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我被一所大学补录了 又问我 你不替我开心吗 我说真替你开心啊学姐 而且他刚开学不久 我就看到了 他在QQ空间里边 发了一个他跟一个帅哥的合影 这份感情里边 虽然一直是我一厢情愿 但当时的感觉就是 他补入了 我滚烈了 结果后边就开始劝我好好复读嘛 一直在恶补英语 我同桌就说 你这英语口音有点重啊 多看见外国电影补一下吧 过两天就开始生气 说让你看好莱坞大片 你怎么在看宝莱坞大片啊 过不得你现在一念英语就不能投 但是幸好 学姐虽然带走了我的爱情 还给我留下了一堆学习资料 每当我学不下去的时候 就打开学姐的笔记本 上面都是她的字迹 密密麻麻写满了各种知识点 和那个男生的名字 第二年高考嘛 还是考上了一所不错的大学 感谢爱情的在天之灵吧 回头看 两次的高考也就这么过来了 生活中呢 还有无数次的高考 放松心态 大不了从头再来 Try again 谢谢大家我是孟川 大家好 我是鸟鸟 谢谢谢谢 愿你快乐不止五分钟 一个美好的祝愿 但大部分人一辈子 要活两万多天 所以五分钟是其中的 五百七十六万分之一 祝福如果过于保守呢 就不如不祝福 你这就相当于跟人说 恭喜发财 不止五毛钱 但我也理解 因为快乐 其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反正在我家 从小我一快乐 我妈就会跟我说 别嘚瑟了 我考了一百 我妈就说 小心乐极生悲 我要考了九十九 我妈就说 你看乐极生悲了吧 我妈总是很怕 我乐极生悲 笑死 我现在根本就不乐 我平时的生活状态只有三种 中杯 大杯 超大杯 甚至接受夸奖我都很难开心 因为我更习惯于接受批评 现在看到网上有人说 鸟鸟妈妈爱你 我就觉得 哎呀 都会过去的 看到网上说 鸟鸟的表演太差了 我就觉得 啊 妈妈爱我 人们都说小孩无忧无虑啊 但我当小孩的时候 也没有快乐过 因为我从来没有叛逆过 我最叛逆的行为就是 和我妈讨论 其他小孩有多叛逆 我最叛逆的想法是 有没有可能纹身 但不被家长发现 有没有那种肉色的纹身 或者在胳膊上纹一个蚊子包 到了冬天 别人问 这个天气有蚊子吗 我就说 不是 这是我的纹身 我都想过 能不能跟纹身师商量一下 就是我给你钱 你给我纹身 但是纹到你自己身上 然后我想跟同学炫耀的时候呢 你就过来一趟 总之我从小是个 比较中规中矩的人 长大了也比较内向 但有网友说 真正内向的人呀 也根本不会上台 在这里我想说 对 我就是装的 内向是我演出来的 他们都是来争大王的 只有我是来当影后的 为了装内向 我说一句话 总是最后两个字 声音特别小 别人问我中午吃了啥 我说我中午吃了烤冷面 他说啥 我说我中午吃了烤冷面 虽然他吓了一跳 但还是不知道 我中午吃了啥 我用这个方法 迷倒了很多人 我这不是真正的内向 我这是科技语 很活呀哥们 还有人问我是不是 李淡的妹妹 说我是不是李鸟 我真是奇了怪了 我要真是他妹妹 为什么他不能跟我姓 叫他鸟蛋 你们看网上 其实有很多积极的声音 但我记住的只是这些 朋友说我是个悲观的人 我不这么认为 我认为是其他人过于乐观了 他们只会被困难打得措手不及 而我在困难没来的时候 就魂不守舍了 正要等到困难真正来临的时候呢 大家都吓得要死 而我已经十分明智地死透了 我觉得我虽然悲观啊 但他们也只是在傻乐 我朋友说你倒不是傻乐 你这是傻悲啊 在我这种悲观的人眼里 快乐基本也就两种情况 一种是应该干啥但不用干了 或者不应该干啥但干了 我是说在合法的前提下 比如说现在你觉得应该给别人投票 但你没投 或者你觉得不应该给我投票 但你投了 你就会觉得快乐 不但你们快乐 我也会感到快乐 我最快乐的时候 其实是闹钟响了 但我把它按掉 但我选择的是五分钟后提醒我 这五分钟是最快乐的 所以快乐其实很简单 只要你上班可以迟到十分钟 你就可以快乐不止五分钟 所以最后希望大家凡事都往好处想 尽量傻乐 不要傻杯 谢谢大家 我是鸟鸟 谢谢监制 darle FUCK google 拍照 ��고 谢谢大家